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10月14号星期五 伊隆马斯克在推特上正式宣布不再支持乌克兰的星链了 我们都知道星链对乌克兰讲的非常重要 在开战之后 它的网络不好 然后有星链从空中给它各种的通信设备 可以说是一个接近一个降维打击了 这是的确事实 在战场上来讲 这个东西是非常有用的 他们反正我不知道 他们说俄罗斯在前线都是一聚会了 开始我们要怎么打仗了 然后弄一个 比如铺一块平地 然后拿纸铺上地图 然后大家拿着笔子说这地图 你看我在哪 然后乌克兰的前线指挥所都是显示屏 然后星链连着网络卫星 然后给你看实时的卫星图片 你知道吗 说你看这怎么打这仗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很多人都说 说这个星链给马斯克给乌克兰军队提供的 不光是给乌克兰军队 还给乌克兰的政府 你像斯林斯基都能够及时的 朝联合国搞一些什么网络会议 然后有什么视频能够迅速的发出来 对不对 都是星链给提供的 说是一个game changer 是一个简直就是一个整个游戏的一个改变者 对不对 现在马斯克说 说这不行了 对不起您了 差不多了 就结束了 不再支持 不再给乌克兰 你也可以说说不再支持乌克兰 也可以说不再支持乌克兰星链 这个看你怎么去理解了 昨天斯基不还在推特上搞这个投票吗 说你是喜欢一个支持乌克兰的伊隆马斯克 还是喜欢一个支持俄罗斯的 对不对 那好吧 然后伊隆马斯克在推特上说 他说SpaceX不能无限期的为乌克兰的星链服务提供资金 他说SpaceX并没有要收回过去的费用 就是说你看我现在我不做了 但是前面我投入这么多钱 我也不让你要了 对不对 我也不是说让你赔我钱 对吧 就是说咱们就是好聚好散 对吧 他说但是也不能无限期的为现有系统的提供资金 当然伊隆马斯克也明白 就目前的这个情况 伊隆马斯克实际上你能知道吗 就这样子伊隆马斯克被骂死了 这个肯定要被骂死的 你都不知道被骂成什么样 这比杰杰杰夫被骂的还要惨 杰杰杰夫人没说话 对不对 都被搞成这样 像伊隆马斯克这么搞的话 那简直就是一顿 就你知道吧 那帮疯子白左 感觉就是一顿臭绝了 感觉就要疯了 说不能无限期的为现有系统的提供资金 但伊隆马斯克不是说我不支持这样战争了 我不是不支持乌克兰了 我没想到对不对 他说我现在免费为他提供资金 并且还要发送数千个数据使用量 高达普通家庭100倍的终端 他说这是完全的不合理的 对我们来讲就不合理 对不对 但是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这场公益之战的话 那怎么叫不合理 对不对 那不合理 就是你们的战争也没意义了 对吧 当然伊隆马斯克已经为这场战争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自己的解决的方案 他就提出来了 对不对 那现在来讲就是说你乌克兰不接受 说实话 如果美国政府和北约也像伊隆马斯克这么做的话 战争争今天就结束了 你懂吗 实际上拜登应该向伊隆马斯克去学习 北约应该向伊隆马斯克去学习 欧盟应该向伊隆马斯克去学习 如果他们都学习伊隆马斯克的话 都是宣布说不再支持了的话 战争争今天就结束了 只要美国北约欧盟都站出来说不再支持了 那就结束 那就完了 再支持胡闹下去 那就是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就是要打核大战的地步了 对不对 而且最关键是什么 最早如果美国北约欧盟谴责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本土 对说俄罗斯语的俄罗斯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话 进行谴责的话 就像习近平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做的这种东西 如果也是谴责 也是搞什么人权专员去乌克兰去做调查 对不对 人反过记者去做调查了 他们视而不见 对不对 从2013年到现在 屠杀了一万四千个 说俄罗斯语的俄罗斯组 在敦涅斯克和卢关斯克 但是美国 欧盟 北约 视而不见 联合国视而不见 假装看不见 种族灭绝看不见 如果你们稍微有点良知 有点良心的话 这个战争不会打起来 对吧 现在搞成了这样子 那么我觉得 俄罗斯也转向了 说实话 战争战争二一行刚打的时候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卢关斯克敦涅斯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从2014年到2022年 就是说乌克兰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是随着这样战争开始打 就是说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普京刚开始打仗的时候 说要去纳粹化 我们不明白纳粹是什么 刚开始我们还觉得 亚素营有一部分不是很多 最后发现了十几半 这种亚素营的疯子 这种种族主义者 在子弹上进猪油 往人家穆斯林身体里打 这其实是什么乱码刀的 你知道吗 然后刚开始我们以为这是少数 后来我们发现 这可不是个少数 不但不少人还挺多 而且这些人大量的 都是被北约帮助乌克兰 培训出来的疯狂的这种士兵 在战争初期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了很多低阶的 年轻的这种士兵 跟疯子一样 自杀式的袭击 俄罗斯的车队 当然我说过 你还记得吗 就是一些低阶的年轻的 这些军官和士兵 真的就是说那种 自杀炸弹袭击式的 然后后面这种各种恐怖袭击 我不知道乌克兰这七八年 到底从哪弄了一帮 这么一帮人出来 你知道吗 就是真的是非常接近 法西斯和纳粹 这真的就是 我觉得比习近平在新疆 做的要恐怖多了 而这种东西 美国联合国 欧盟北约竟然能支持 就是说 到了一个什么地步 就真的是顺我者 昌牛者 主要就是为了反俄罗斯 对不对 就即使他们用这种手段 实际上他现在 在乌克兰 对说俄罗斯 俄罗斯族做的这种手段 跟当年希特勒 在德国对犹太人 做的手段 其实已经非常接近 已经差不多了 但是呢 美国 欧盟 联合国 视而无睹 不但视而无睹 而且还支持 给钱 给武器去支持 这个东西 美国人经常说一句话 说你年轻的时候 不支持民主党 是没有良知 年纪大了 你还支持民主党 就是愚蠢了 对不对 这个乌克兰战争 我看有点这个情况了 就是二月份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支持 这个乌克兰的话 是没有良知 二月份刚开始 出来说我们都是支持的 对不对 我们都是觉得 这个俄罗斯这么多不对 他怎么会 可以侵犯一个主权国家呢 对不对 最初的时候 我们都是这种态度的 这没有问题 但是随着 时间的这个推演 随着战争的继续 我们越来越看清 这场战争的 就是说本质是什么了 本质是什么 狗咬狗一嘴毛 没有一个好东西 就真的 你会发现乌克兰和俄罗斯本质上 没有什么 都是这种残暴的 斯拉夫民族 非常非常的残暴 互相之间 下手之狠 之残忍 之疯狂 令人就是说 叹为观止 那么我们就觉得 这场战争 真的没有必要 而且这么再打下去的话 最后 关键是要连累全世界的 要把别人都连累进去 打了这是什么 这是一场 不公不义之战 在错误的时间 错误的地点 打了这场错误的战争 完全可以去 去这么去说 就没有道理的 无缘由的 打了这么一场战争 难道让教皇说是挑起的 基辛格有他的说法 现在伊德马斯克 伊德马斯克刚开始 跟我们一样 都是支持乌克兰的 但是伊德马斯克 现在越来越清醒了 越来越理智了 就是说明 最爱伊德马斯克 他不愚蠢 对不对 他早期的时候 可能是有良知 但是随着时间来讲的话 他有足够的智慧 能看清楚 这场战争的本质 是吧 所以我就说 二月份的时候 你不支持乌克兰 是没有良知 到了现在十月份了 你还在盲目的拱火 去宠着他 去惯着他 去鼓动这场战争 我觉得就是愚蠢了 到了现在这个地步的话 实际上都应该降温了 对不对 大家都在呼吁降温 立陶宛的总统 前两天站出来说了 说我们期待川普 能够出来 作为一个和平使者 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 你看很多人都在呼唤 美国的前总统川普出来 希望川普能够 就是说能不能引领 这个和谈 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他 对不对 都在呼唤他 为什么 现在呼唤川普的声音 越来越多 那就是对现任总统不满 如果美国现任总统 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谁会去呼唤前总统 对不对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 开始呼唤川普了 对吧 你拜登应该思考一下 这个问题了 因为现在很多人 都发现一个问题 就这场战争 实际上是你 拜登在后面拱火 在窜等 你不但不想让这场结束 你还怕让这场 打到不够激烈 前两天 什么欧盟的一个 什么高级官员 伯雷利是什么的 出来说什么 说只要普京 敢在乌克兰 用核武器的话 那么北约和美国 就要消灭 俄罗斯所有的军队 这种话说的 然后大家都愣了说 你要用什么 消灭俄罗斯军队 你要用核武器 他说不 我们用常规武器 这种话放屁吗 这是什么 哄二傻子呢 是吗 你可能把俄罗斯 用了核武器 然后你要用常规部队上 是吗 关键一点就是说 现在俄罗斯打了 乌亚打了这么久了 你们派了一兵一卒了吗 他在乌克兰 用了核武器之后 你要 我跟你说是实在的 你不要说 你把你的常规部队 派出去 消灭整个俄罗斯的军队 你能派一辆自行车过去 我就把他扶你 我觉得拜登不要说 不要说拿核武器往那边扔 我看拜登现在的意思 就是说 一辆坦克 一辆自行车 一兵一卒都不会派过去 你到现在还看不明白 这一点的话 你的智力水平有问题 我觉得这已经非常非常的明确 很多人认为什么 俄罗斯敢向乌克兰 用核弹弹的话 美国就跟俄罗斯 就打一场核战争 就用核武器去报复俄罗斯 放驴弹屁呢 这什么智力水平 这真的 先说 CNN说 说这个SpaceX 就是马斯克他们星轿二级公司 已经给美国国防部写信了 说已经无法资助 乌克兰的星轿服务 除非美国军方提供资金 不然的话 就不得不停止这项资助 要美国军方提供多少钱 找国防部要多少钱 SpaceX公司的说法说 他说今年剩下的时间 星轿的乌克兰 将花费呢 一亿两千万美元 就是说如果要支援到今年的元旦 那美国政府呢 你美国军方 就给我一亿两千万美元 如果还要再支持十二个月的话 如果未来十二月的话呢 花费是四亿美元 你要再给我四亿美元 那实际上呢 这个伊隆马斯克 他们有人就说 这个就是这个敲出杠嘛 半天要价嘛 说伊隆马斯克呢 之前在推特上说过 说差不多每个月的这个成本呢 应该是两千万美元 但是据说呢 这个前期连这个投放啊 再花了这个八千万 说这个最早的时候 花了八千万 然后最后呢 剩下这每个月呢 是两千万 当然也你知道 你要这么算的话 从二月份上 现在八个月了 对不对 但是伊隆马斯克是几月份 给的这个星链 应该可能是四月份 我记得四月份给的星链 对不对 到现在 伊隆马斯克给了半年的星链 就算每个月是两千万的话 这一亿两千万 对吧 再加上前期可能投入了八千万 差不多两亿美元 是不是 那伊隆马斯克其实 推行说了 就按这样下去 其实每个月 只要两千万就可以了 就前期的 就如果不算的话 两千万都可以 那也就从现在 直到年底的话 应该是五千万就够了 他要投资美国证务 要一亿两千万 然后未来十二月 如果平均每个月 是两千万的话 应该是两亿四千万 但是投资美国政府 要四个亿 那他说呢 他说我没有要收回 过去的费用 但是我怎么觉得 他应该是把过去 都给他算进去了 是不是 我看这意思 就是那意思 当然这个 人家毕竟是企业家 人家要做生意的 对不对 我 但是这个还是可以 就即使收这个钱的话 马斯克基本上也没挣钱 只不过就是吧 成本什么都 都收回来而已 是吧 所以那你也不能说 人家这个不对 但是呢 我觉得 当然 我觉得有可能 美国政府 五角大楼 后面可能接着给 伊拉斯克钱 因为这个 说实话 对这场战争来讲 并没有多少钱 这才几块钱 对不对 这个前两天 这个杰克基恩 不是去这个福克斯 我不是说那新闻了吗 不福克斯说了吗 说自开战以来 美国已经向乌克兰 提供了660亿美元的 各种资助了 他说 而且这个非常值得 对不对 他说跟我们的预算比起来 这是1.1% 1%多一点点 这么一点点的预算 就换取乌克兰人 替我们在战场上去 卖命 去死伤 我们一个人都不用死 这种天上掉馅饼 这么划算的事 往哪儿找去 对不对 他公开的福克斯新闻台 就这么说 对不对 所以那你说 1.2亿也好 4亿也好 对美国来讲就不是事 而且这个东西 对乌克兰的帮助 比那些火箭炮什么 要大多了 而且没有的这些的话 你的通讯 你战场上整个通讯 就瘫痪了 然后我告诉你 不开玩笑 伊隆马斯不跟你斗 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现在在乌克兰战场上 很多的星链 就已经开始连不上 已经连不上了 有的是连不上了 有的能连上 信号也不好 然后时段时序 一个小时 能连上一分钟 然后剩下59分钟 都是连不上的 那整个乌克兰前方 这个通信 这个网络 就等于就瘫痪掉了 那美国政府现在是给钱 还是给钱呢 还是给钱呢 我们美国政府只能给钱 不给钱怎么办 对不对 不当然了 这点钱 你就接受到今天年纪 不就不太一亿多美元吗 对美国政府来讲 九牛之一毛 小case 当然对于伊隆马斯来讲 这也不叫钱 就是说如果这样战争 伊隆马斯觉得值得 往下投入的话 就相当于每年 就美国院拿2000万美元 出来做个广告 对不对 对全世界给星链做个广告 那说实在的 2000万美元对全球 这真的这是一个 对全球 做一个星链的 这种巨幅的广告 对不对 这个对SpaceX来讲 完完全可以接受 我说实在的 不要说对全球了 你就是说 如果美国院能够 对全美国做一个广告的话 一个月拿2000万美元 出来之后都值得了 对不对 所以对伊隆马斯来讲 这点小钱 根本就不值一提 就是不叫钱 你明白吗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来了 之前伊隆马斯克 不对乌克兰和谈 提了自己的建议 当时乌克兰驻德国大使 梅尔尼克 对马斯克的和谈的建议 他做出了一个回应 他说 我能对你做出的最具有 因为我外交官 我是驻德国大使 最具有我外交官 这个风范的回答 就是fuck off 那翻译成中文 就是说滚蛋 或者呢 因为他是拿F开头的词 对不对 所以准确的应该说 滚你妈的蛋 其实差不多是这么意思 因为这个已经不是滚和滚蛋 能够代替的了 这是直接就出脏话了 对不对 那么有人在这个网上 就发这个 他说伊隆马斯和说 说星链呢 不能再给乌克兰提供了 这个找这个无家大楼 找无家大楼 要这个付钱 说呢 这个星链对乌克兰战争来讲 是一个game changer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这场战争当中 然后呢 他说这个东西呢 就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这个乌克兰的大使 告诉呢 这个伊隆马斯 fuck off 几天之后 伊隆马斯就 就说了 那你要我滚 那我就真的滚了 你要我滚我就滚了 然后呢 他就这么说 他就说 他说 英隆马斯就是成心的 对不对 他就这么干 对不对 他就不高兴了 然后你猜怎么着 伊隆马斯和自己本人 在下面回复了这条推特 伊隆马斯说 We are just following his recommendation 我们只是在追随他的建议 我们就是 他建议我滚吧 对不对 他让我滚 我就真的滚了呗 对不对 你让我滚 那我滚了 那我滚了 你可别后悔 你可别叫我回来 对不对 那我就真的滚了 所以呢 你怎么说 你说这是什么 这点钱来讲 对我想对SpaceX 对伊隆马斯来讲 其实它不是一个 这不是钱的问题 真的不是钱 如果任何人认为这是钱的问题 说他这伊隆马斯真的没有钱了 SpaceX拿不出这个钱来 我觉得就不是了 当然还有一点 有人像上线上线的 说伊隆马斯干这个事 是因为什么前两天跟普京谈话了 伊隆马斯已经说了没有了 他说不是 他说他上一次跟普京谈话 是18个月之前 当时聊过一些 然后呢 但是伊隆马斯承认一点 他说中国政府呢 找他了 跟他说呢 就是说施压 但中国政府呢 没有提这个在乌克兰的问题 但中国政府呢 让伊隆马斯要保证 在中国不可以有任何的 所有的中国领土上空 不许有任何的这个星链 那这个话呢 你就要去理解了 就是说中国政府说的中国的上空 是哪个上空 只有大陆吗 有没有澳门 有没有香港 关键的就是说 有没有台湾 对不对 你说中国政府 如果跟伊隆马斯说 说这个在我中国领土上 你不可以给我搁这个星链 让伊隆马斯说 那应该是不包括台湾 是不是 你说中国政府会说什么 对不对 我估计也得是F开头了吧 我估计也得是F开头了 对不对 他不可能 对于中国政府来讲 他跟你说中国领土的时候 是不可能不包括台湾的 对吧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非常的明确 中国政府在像伊隆马斯克 其实给了一些压力 是有一些压力的 对吧 这个也是肯定的 但是呢 你要想一想 为什么这样到了最后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印度实际上现在是全力以赴的在支持俄罗斯 中国也在全力以赴的支持俄罗斯 中国从这个什么 七月份还是八月份 就成为了俄罗斯的现在这个能源 够把这最大的这个单一的这个贸易伙伴 超越了这个欧盟 而且人民币呢 现在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外汇交易所 现在是第一大这个交易货币 然后沙特 沙特现在欧派克现在是全面导向俄罗斯 印度沙特中国都要导向俄罗斯 然后现在看起来伊隆马斯克 伊隆马斯克现在就是说 你要让泽连斯基 你现在问泽连斯基 你认为伊隆马斯克在支持乌克兰 还是支持俄罗斯 你觉得泽连斯基会说什么 是吧 那些人在骂 你现在肯定 这不用说了吧 这肯定被骂成一锅粥了 对不对 那你说这人都在说什么 都在说他这个通俄 普京的走狗 对不对 之前不也骂教皇吗 教皇不也说 你们这么骂我的时候很容易 但是你们经常现在去思考 战战争到底怎么来的 战战争原因是什么 是谁调解战战争 这比较困难 对不对 教皇都说这种话 对不对 那我还认为的话 就是说你骂教皇是很容易的 你骂这个基辛格很容易 你现在骂一个骂这个很容易 骂我的也很多 对不对 也是说你有良知吗 你怎么不支持乌克兰人 怎么着 对不对 但是问题现在是情况 就是说我们有良知 我们二月份的时候 都是支持乌克兰的 你懂吗 但是现在十月份 现在不一样了 2017年我们都支持过郭文贵 你现在你他妈支持郭文贵 你是傻逼吗 你那叫良知吗 我孙子 你那叫你妈傻逼 你知道吗 真的真的2022年了 你他妈还在支持郭文贵 你跟我讲良知 是不是 所以我就是说 你们自己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好不好 反正呢 那你 当然你也可以说 伊朗马斯克 这个是这个魔鬼的代言人 然后被魔鬼购买了 他是这个什么 拿了老共的钱 拿了俄罗斯的钱 然后他是大 肯定反正你还不了解吗 就中国人这个媒体圈 不就这一套吧 对不对 抹黑抹红 对不对 大外宣 对不对 汉奸走过外狗 你还想怎么着 我们干了四年了 我们不了解这套流程 是不是人家太了解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你也可以思考 就是说伊朗马斯克 也有可能套他的想法 然后你也可以尝试着 去理解 伊朗马斯克的想法 然后你想想自己 到底是良知还是幼稚 一定要分清楚 良知和幼稚是不能画等号的 好吧 那这一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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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